中南山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才4个百分点 不抓紧有危险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中南山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才4个百分点 不抓紧有危险来源 观察者往中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别等外国免疫了 中国反而危险了 中国控制的好就是为了争取时间接种疫苗 中南山接受采访图自凤凰网3月30日 凤凰网立航观察播出对中南山的专访 中南山表示 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绝对数是世界第二 美国是最多 但是要是按百分比数的话 中国是非常低的 中国目前也就4个百分点 当然 中国现在正大力扩大生产 所以预期希望能够在6月底7月 有40%的人能够接种疫苗 只有接种疫苗 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保护 中南山指出 按照现在的情况 中国要是完全开放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中国现在绝大多数人处于没有免疫状态 也就是一旦接触了病毒的感染 马上就得病 但是 目前在中国很多群众的思想里头 并不是那么迫切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环境太好了 没有病毒在附近 可是 这有个前提 我们对国际境外输入有非常严格的控制 中国不能永远这样 中国改革开放 一定要向全世界开放 到那个时候 所有国家接种的都很好了 中国反而是无免疫的 那是很危险的 说不定又在中国爆发起来了 中南山图自凤凰往中南山强调 现在是一个间隙 我们控制的好就是为了争取时间能够打疫苗 所以疫苗还是要加快 现在国家正在下很大功夫 以最快的速度来增加生产疫苗的厂房 估计要是按照这个速度 今年底大概产出二三十亿只疫苗 中国的情况 不是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 中国一方面是自己打 一方面比较早就对外供应了 估计有三分之一供应到国外 也是实现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 专家 希望达到70%至80%的接种率 基本达成群体免疫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3月15日表示 群体免疫的建立 同疫苗的保护效力以及人群的接种率有很大关系 消灭天花 人群免疫力要达到85%左右 就是说有85%的人对天花有免疫力 传染性更强的麻疹 需要95%的人群有免疫力才能阻断这个疾病 针对新冠病毒疫苗 要想让学习工作和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 也必须通过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形成免疫屏障 对照天花、麻疹等经验来说 目前我国已经接种的6498万人次截止3月14日 是很好的开端 但仍有很大的免疫力形成空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表示 希望到2022年年初甚至今年年底 中国能达到70%至80%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基本实现群体免疫 打多少疫苗管用 取决于病毒本身的特性 我们现在根据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播指数 推测是70%到80% 高福说 疫苗的接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过程 大家都在努力 我希望说明年年初是说错了 希望今年年底我们就能实现 本身这句话也是希望推进加快这个过程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 截至2021年3月29日 各地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1,096.2万剂次